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熙 我們熙5,晨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12月15日,星期五 今天最低氣溫23度,最高27度 部分時間有陽光 今晚有一兩陣微雨 能見到較低,吹輕名至和喚的偏東風 嘩,新聞厲害 現在課金也不能亂課 課給我無所謂 課了給國安署通緝名單,嚴重 課金資助許智峯、羅冠聰 拘捕四人 在網上付錢的那個 另外國安署也更新了通緝名單 為什麼沒有周情呢? 這也是有解釋的 另外看到有些倫常的慘劇 那個媳婦拿腳踢的婆婆 老公拿刀砍的,為什麼? 踢我老母子,砍你 老母子,老母子 另外看到麻油很嚴重 消委會驗到麻油素化劑超標79倍 那隻牌子叫什麼?冠益? 嘩,那隻很嚴重 另外淘大也有東西超標的 詳細新聞內容 開心的東西來的 六合採頭獎沒有人中 下個星期二,中了你發達了 八千三百萬 哇,昨天 三四十一 三十七四十四十八 特別號碼三十六 頭獎沒有人中 二獎五駐中 每駐派一百零二萬 三獎一百四十九駐中 派九萬一千元 厲害厲害 另外看到香港不斷弄那些 平安夜,隨直通宵行車 下個星期一派四萬張電子消費券 那些好像一塊水那些 你們自己研究一下 MTR Mobile送四萬張電子消費券 才到才行 另外之前有些不知什麼一塊水 總之很多東西派的 香港搞夜不紛 不知是否走鬼還是被牆擺 希望多些生意 說得很熱鬧 另外看到連天都搞夜紛紛 雙子座流星雨 就說是歌風期 每個鐘有二十七顆 這麼厲害 昨晚有沒有看到流星 昨晚凌晨 兩點至三點 最多這些星星在這裡 招招招 許願 許願 下次中八千多萬 發達了 嘩 好 今天講講病毒 這個馬加列醫院 爆長球菌 八十幾歲的白危台 要隔離 昨天才發現一名大菌者 無感染症狀 驗到病毒 但情況危台 他自己本身也有病 不要說到感染 古霉素長球菌危台 本身他自己也危台 那也很嚴重 那也很嚴重 好 另外先說一下 為了香港搞錯 他有個統計出來 只守十個月 犯罪率按年飆升33% 嘩 上年有三宗 今年有四宗 當然不止這麼少 另外那個 詐騙升幅 多了52% 即是上年100宗 今年152宗 嘩 當然不止這麼少 網騙增1.6倍 即是上年100宗 今年增加 即是260宗 嘩 即是說比例 但是呢 說的那個犯罪 只是十個月 香港錄得33923宗 較上年同期上升52.1% 嘩 真是誇張 香港的罪案是厲害的 是厲害的 按年飆升 你說開了關 一樣 封了關 那些人沒什麼搞 不知道是因為經濟不好 就唯有做騙徒還是什麼 但是他搞我們有警察拘捕 這樣 一連七天打擊 詐騙洗黑錢行動 就拘捕了30個人 涉款1000萬 也有做事的 另外還有 長沙環有13人洗黑錢 派那些跑腿破帳戶面容識別 嘩 涉款過億 他有這個數字 但是也有破案 就是告訴你 拘捕了十男三女 年齡介乎19至45歲 串謀洗黑錢 這裡真的拘捕了 拘捕了 拘捕不完 先拘捕了 很多的 因為這些事件 另外 哇 這個瘋了 兩個馬路 打架在牛頭角的車廂裡 衣服都不穿 拿滅火桶來扔 不是吧 路扔滅火桶 推倒單車 滅火桶打死人 這個是昨晚接近10點 執法部門 聽到市民報警 說港鐵牛頭角站 去黃埔方向的列車 兩個人打架 發現懷疑涉案男子 調查 是的 拍片 打到衣服都不穿 另一邊 黑衣黑褲 場面激動 有大叫 又舉腳踢車 長壁 更加 拉鞋 扔對方 我鞋子 沒什麼 但是有人 就拿了車上面的滅火桶 和一部單車 當武器 就大肆搗亂 嘩 玩得這麼激動 車那時候沒什麼人 你搞事繽紛 搞到沒有人 原因就是 那些人迫在另一邊 我們看到 迫在另一邊 等你 慢慢打 那邊 也不算是比較凶狂 也不算多人 情緒這麼激動 那麼多空位 你搞搞鎮 走開一點 兩邊 兩個都被抓 真是 香港人的怨氣 真的很大 當然大 動一下 打架 又砍人 也不算 說一件 什麼 家庭的 慘案 那個 天水圍 說不止 銅鑼灣 兩對夫妻 都有些問題 先說斬老婆 那個天水圍 夫婦 為錢 吵架 媳婦 起腳踢婆婆 老公 拿刀斬 全部被抓 全部被抓 天水圍 夫妻 因錢 掙執 那個 女事主 踢過六十幾歲的婆婆 她兩夫妻都四十幾歲 四十一和四十歲 我老公馬上拿刀斬 恐嚇她 為何要踢我媽媽 她動手 就打她 那個媳婦就走 哎 貧賤夫妻百事愛 原來住鐵皮屋 驚動 圖人報警 雙雙被捕 天水圍有鐵皮屋住嗎 她不是村屋 鐵皮屋 昨晚九點半 報警就說 女人被男人襲擊 男人就說 你先踢我媽媽 用腳踢我六十七歲的 媽媽 兒子是四十一歲 老婆是四十歲 他拿一把一尺長的菜刀斬 她就說 用手打她 即是她繩子 刀就空 手就打 對 就出言恐嚇她老婆 不要踢我媽媽 就斬你 就這樣 就是 驚動圖人報警 奶奶說胸口痛 是不是踢個胸口呢 激都激死 場面那麼混亂 六十幾歲 心臟病 大佬 娶媳婦回來打自己 兒子又說要斬老婆 說一下也恐嚇 斬了就糟糕了 搞出人命 搞到這麼混亂 全部都拉回去 是 她們現證被扣留調查 好 另外說說 銅鑼灣夫婦感情問題爭執 老婆叫我跳海 哇 救了她 下水浸一浸清醒 不要遷就這些 未必能罵 凌晨五十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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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凌晨五十一分 夫妻經維園道111號 銅鑼灣避風堂 就吵架 越吵越大聲 妻子情緒激動 沿岸樓梯步入海中 走到水深至深口位置 丈夫見到這樣 當然是報警 吵架就吵架 下去喝水 天氣很冷 以防 浸或冷 抽筋 失去意識 浮了出去 命都沒有 立刻報警了 情緒 怎樣 你求死的方向 真是麻煩 兩夫妻有什麼不合 就說得對 不合就不要結婚 離婚也很閒 香港的六成離婚率來說 不用搞自己的命 人家欺負你 你搞別人也是一個動物的反應 你搞自己就很愚蠢 好 那說一下 國安處通緝五名 潛逃海外人士 包括鄭文傑 許永廷 沒有周庭 為什麼 因為周庭的時間還沒到 他還可以回頭給你機會 不是 有些想法 周庭放了出去 是批准的 現在這樣放了出去 有沒有搞錯 他會回心轉移 他還未夠限期 通緝令還未更新 他下去 但是多了 33歲 鄭文傑 一個叫許永廷的女子 24歲 一個叫少南 24歲 是女人 一個叫霍家智 42歲 還有一個男子 叫蔡明達 他也是煽動分裂國家 再勾結外國 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那些 之前通緝八個 就是那些員工兒 每人員同一百萬 那這五個 有沒有是一百萬呢 不清楚 不清楚 寫到很混亂 有又沒有 也不會因為一百萬 而被我們這些 去報到他出來 大哥 這些都是他們知情人士 收的錢 這些錢不是我們賺的 那原來 我剛才提到一個 懸紅多了 叫霍家智 他是 Youtuber 就是 和蔡明達 操作 升旗易得道的頻道 他的影片 就是煽動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 哇 霍家智 呼籲民眾 觀眾加入外國軍隊 參與軍事訓練 甚至組織軍隊 意圖實現香港獨立 那邊說得這麼厲害 那邊說得 不是吧 我不知道 我不聽別人的 只是看別人的標題 純粹 很少看別人的內容 說到以武力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機關 有大力鼓吹港道 拍片都不能亂說什麼 那些人亂說話 很多人都根本不在香港 我都不在香港 我都不會亂說話 正路思維 還有你不要亂課金 課金都拘捕 現在 四個市民 訂閱課金羅冠聰 許智峰Patreon被捕 哇 被捕通緝港人 設YouTube頻道 湯家驊說 觀看影片助增加收入 屬援助或犯法 這麼厲害 那就小心點 我沒事 你可以看我 可以課金給我 但是有很多 如果被通緝 你看到通緝名單 有YouTube頻道 那你用什麼來抓 他羅冠聰、許智峰的Patreon 不止四個人 他現在那些人 我想馬上跌訂閱 有根據 就走了 不知道 那些人不知道 原來這樣也是犯法 我想有些訂閱一定走了 香港人 不敢 現在抓了四個 如果更新名單 大J 大J 不是很聰明 又說自己有份 有份 那樣 更新到他 和周庭 周庭也有很多人 Patreon 每個月在賭很多錢 哇 這些 拘捕那些 給錢那些 麻煩了 博叔叔 那時候資助 電腦 那些 有金錢 瓜葛 這個 遲早到這一招 大家真的 自己注意一下 有些新聞出來 不知道 不知道 一無知 都被抓 不是不知者不罪 另外說一些 神經病阿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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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弟弟 記住在阿爺家 多番非禮 什麼 爸爸說 這些是愛的表現 這樣 拘捕你爸爸 坐牢55個月 怎麼做人爸爸 祖父承認非禮 襲擊五罪 哇 昨天在區域法院 判刑透露 兩事主相關報告 曾向父親投訴 老爸說 阿爺疼你而已 這樣也說得出 那個 法官 判 他說你當孫女是玩具 性玩具 你想就侵犯他們 他說你應該為孫女 提供一個安全的家 卻變成一間恐怖的房間 被告入獄 四年零七個月 那麼 這個法官最後讚兩位女士主理 是英雄來的 是的 他說你不要因為阿爺要坐牢 而怪責自己 他說社署和房署會協助你們 被告是一個保安來的 你死不死 保安在外面保護人家安全 在家裡搞兩個孫女 他爸爸也是一個混蛋 他爸爸說 是阿爺表達愛的方式 怎樣表達呢 試過擦頸 試過用菜刀威脅 他爸爸把他抓起來 可以嗎 這樣包庇他爸爸 他說這樣阿爺是疼你 你爸爸這樣對你的女兒 就是疼你 就是擦頸和拿菜刀威脅 非禮 怎樣非禮法呢 沒有什麼細節說出來 看看 用手指非禮 孫女下體 打開她 道門洗澡的時候 看她 抓住小孫女頸部 把她凌空 用菜刀指嚇她們 而他爸爸說 這是阿爺愛你的行為 這個爸爸也不應該跟著 是否令人害怕 說這些話 事主父母應做更多 免事件惡化 他竟然解釋這些 是一些愛的表現 事主姐妹被打逃走後 向社工揭發事件 就是打她 打到走了 看看她如何變態 爸爸說愛的表現 12歲的女士主在洗手間洗澡 被告用螺絲批叫開人家門 看著全身裸體的孫女 被告兩道非禮另一個孫女 推她近床看電視 脫褲 用手指插她的陰道 笑稱太窄不夠濕 她又把她自己的東西放在她的外面摩擦 用口罵她的胸部 她爸爸竟然說她阿爺這樣愛她兩個女兒的表現 打招 這些爸爸 不知所謂 包庇自己的爸爸做這些事情 喂 爸爸生你,你生兩個女兒 你真是變態 看到這些新聞簡直是很離譜 看到這些新聞簡直是很離譜 唉,去死吧 去死吧 下地獄吧 好了 接著看到那些麻油 很嚴重 看到有些品牌很抽 超標79倍素化劑 怎麼搞的 消委會驗出來的,不是我所說的 這件事很離譜 說到有一個叫做冠益華記 驗出素化劑超標79倍 陶大基因致癌物超標上限 麻油 但是還是要說個量 你吃多少才行 我知道 那些小朋友經常說 有毒有毒 我知道有毒 那些小朋友 有沒有看到那些小朋友咬 咬椅腳 咬到椅腳 咬到椅腳 用膠的玩具 其實那些東西是不能咬的 那些東西是不能咬的 那些東西是很嚴重的 這次在說麻油 高風險 很多 都不行 他說 超過歐盟食物安全局 可內壽的攝入量 吃了一些會致癌 有些會損害肝臟 所以什麼都不是長期吃的 有些人流行 放兩滴麻油香 很快的香 聞到棺材香 間中吃一下 又可以吃 點點的 每天吃 就糟糕了 你什麼都會超標的 你怎麼知道什麼都會超標 首先一件事很簡單 你驗到這些椅物 好 吃了身體健康 那天吃五公斤就糟了 快點說量出來才行 麻油 冷 像珍珠奶茶這樣喝 當然是糟糕的 他的量超到多少 其實沒有怎麼說 超標很多倍 一滴有沒有事 不說 反式脂肪比實際相差169% 就是說標籤是錯的 出錯的標籤 很多都是出錯的 我覺得有些垃圾食物 哪有這麼高蛋白質 哪有這麼低脂肪 這個世界 你有沒有拿去驗 你不懂 你聽他說的 另外臘腸也嚴重了 三十款臘腸全部高臘 高臘就是高鹽份 六款含禁用的 還有致癌的色素 臘腸我也不吃 兩款素化劑超標 咬下去那層衣 難怪 那些都不是肉 脂肪油 咬下去一口油 因為它啃出來 那層衣 紅毛的 那層衣 你怎麼搞啊 你說 現在秋冬起 就吃臘味 吃臘味 一鹽 是舌頭的 不嫌就知道是舌頭的 那些是加工肉類 根本上是一級致癌物 世衛已經列明了 所有加工肉類是一級致癌物 要不專程來研究 誰都知道 很多人都不理, 又不是經常吃, 又不是經常吃, 吃什麼臘腸你吃完, 不是經常吃, 不過夠病就糟糕了 臘鴨臘肉, 潤腸含瓦硝酸鹽, 或致肝癌, 九成屬於高脂肪, 加入瓦硝酸鹽, 可致癌, 損害健康, 市民小食為妙 有些人說, 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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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它也有毒, 說鬼嗎 叫它吃健康的食物, 死不吃 其實一個人, 學佛學到差不多, 最近我研究印度有什麼意思呢? Yoga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意思就是萬法自然, 吃的東西很自然 菜是新鮮的, 加工了已經不自然了 好地地做幾粒臘腸, 你看到的, 那些一塊塊的脂肪 塞了血管就死了, 又不是經常吃的 那樣, 逆招, 逆招反而挺健康的 叫人咒罵人, 逆招啊你, 逆招其實是健康的, 吃臘腸啊你 這樣其實是嚴重一點的, 吃臘腸 另外說, 剛才說什麼夜繽紛的, 天后廟又搞的 天后廟祈福試吃龜苓糕? 不是吧? 天后廟吃龜苓糕那麼殘忍? 怎麼搞的? 他在廟街上有天后廟 天后娘娘那些, 你把龜壓成龜苓糕也可以嗎? 他那些輕龜苓糕, 你怎麼拿在一起說才行? 他就放在天后廟那裡 真可怕, 民間信仰真是 廟街有很多東西吃的, 吃燒賣, 吃什麼 你不要放宗教信仰在這裡, 拿在一起說 廟街啊, 接下來好玩的, 夜繽紛 不知道會不會掃耍流更 是啊, 在油麻地那邊有些年輕 但是很多都不合法的, 不要亂搞 不過嫖客很少抓的, 抓一抓那些 傷情症的那些多 在廟街也有很多東西玩的 總之就不小心一點 以前有朋友進去都被人非禮過 南亞裔的非禮過, 真的不是開玩笑 親眼見的, 拍他球 我有朋友住那一陣子 我經常說炮台街, 砍人, 打架 不知道你搞旅遊怎樣, 你要搞得很好看 那些外國人是喜歡在那裡吃大排檔 但是搞一些治安, 麻煩了 另外昨天說到在薄芙林有個男人行山 就昏迷了, 直升機宋苑就死了 58歲 哇, 晨早漏漏 11點多鐘, 上午就搞定了 行山, 他有身體病記錄 不排除行山時就撤死 很難說, 生死有命 哇, 這也是 Tesla山頂撞一單車, 撞到那個 單車整個跌下來 單車在前面 Tesla在後面推頭 推就推, 每個人都不是 直接撞過去, 撞到一個跌下來 那個人是戴上頭盔的 那些公路單車來的 一刻你就睡了 單車就 一失平衡就躺下 這樣撞人也有 起步爬頭 接著Tesla一開, 車頭一困到他就反了 踩單車出馬路當然是危險 另外 東涌有個女人過馬路充燈 被一個旅遊巴撞到飛開 又是 你說吧, 你說吧 交通規則是否要遵守 待會又說2000元又說貴了 一盞燈又說快了 那你過馬路被車撞到 會死的 會痛的 你想想 斷骨的時候, 你想想 斷骨慘還是 還是罰你2000元慘 你自己想想 斷骨走不了的時候 我寧願拿2000元換回我的腳 4000元也可以 那些人有價值 現在說這些話 錢是換不回的 最重要是過馬路要小心 否則撞死你 天水為天水路 私家車又撞到藍途人 雙者頭部肉血倒我馬路中央 剛剛才罰錢 大規模 抓那些人過馬路 第二天馬上撞車撞兩單 那你有什麼用 其實是的 是倒絕不完 你今天抓過明天 今天跟明天不同 那些人的心念 搖一下手機 想想其他東西 走出馬路就啵了一聲 所以你說做來是否多餘 不是 起碼有個意識 讓大家知道 你這樣撞兩單而已 其實看上去好像不止兩單 好像有幾單 你這樣撞幾單而已 你不做這些可能十幾二十單 有些婆婆有些阿伯 避過一劫 對的 又有一單 在西營盤那裡有個女人 完全不看燈 那個那個 她不是不看燈那麼簡單 不知道是誰人來的 我試過一次在韓國 她看相反方向 那輛車右邊 她看左邊 我試過 因為韓國是調轉的 所以我告訴你 你過馬路一定是兩邊看 左看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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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車鏡頭拍到一個女人出來 那輛車在右邊 她全程看左邊 看看那邊有沒有車 你都在刺碼 一撥一急殺 嚇到她整個彈開 我昨天也是過馬路 剛好我 其實我碰一碰 在希希的手 剛好同時間 有個大車在那裡 撥一撥 整個彈起 其實我為什麼 拖一拖她的手 我說 過馬路不用看車 她說 看車你不用怕 是不是 然後她就說 嚇到人慌了 好像壞了 過馬路左看右看 自己要安心才可以 死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滾個爛的 死無全屍的 跟你開玩笑 那次小伯 在油麻地 拖著阿伯的屍 拖到深井 走了二十多公里 整條血路 馬路有多恐怖 又說怕鬼 又說不怕馬路 每天都會死人 這條馬路 怕鬼 我還未報過新聞 有一隻鬼拖死了人 我昨天說鬼的人 很害怕 不敢聽 馬路你就敢聽 血肉模糊 不要緊 不關自己的事 鬼也會撞到 新聞從來沒有賣過 這些就是邏輯 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其他新聞 拜拜